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二晚上,中超星一輪擊戰數場 其中深圳隊將主場迎戰上海新花 上海新花新賽季開局保持不敗 球隊領跑聯賽積分榜 就算這次著客出展,上海新花都能成勝追擊 深圳隊上季就是積分榜中下游分子 來到今季他們依然毫無改善 聯賽前五輪僅錄得一勝一和三伏的劣跡 得失球為5比8 球隊攻守明顯失衡 而且在這五輪中超中 深圳隊每場比賽都有失球 其後防線漏洞百出 反觀進攻方面 雖然他們陣中多達五名球員有個建功立役 但未有一人能夠貢獻一球以上 深圳隊明顯缺乏穩定的得分點 由於在收獲賽季開門紅之後 深圳隊狀態逐漸下滑 已經連續四輪不勝 深圳隊今次就算主場作戰都不移高估 上海新花新菜季以三連勝開局 儘管前輪在上海打比中和對手戰和 但純他們又在大連優身上摘得勝過 五輪中超戰敗 上海新花豪取四勝一和保持不敗 球隊以兩分優勢領跑積分榜 值得提的是上海新花今季中超每場比賽只攻入一球 不過他們全部失球數一個 球隊是整個聯賽中防守最穩固者 此外本土球星于漢超近兩輪聯賽完成連續入球 狀態火熱的他將成為上海新花本輪揮軍 全取三分的關鍵人物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